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这个节目 每个星期花三四分钟收看我们的节目 你就可以拿到一些有益实用的法律小知识 希望大家订阅、留言、赞好 好,继续支持我们的制作 最近看新闻就留意到有一则新闻 关于将军澳的日出康城一个单位 那个单位就装修得很漂亮的 他就将一个三房的单位 那三间房就打通了 就变成一间大房 我见在相片里面显示那些装修做得很漂亮 那间主人房原先是两间房的 现在打通了 窗又大了很多 不用当时当然光明一些 另外也有一间房也打通了 将整间房变成一个开放式的衣服间 那是真的挺吸引的 那个设计师甚至乎 也都将单位的相片、视频 在互联网上发布 展示一下他的作品 可能是他的作品实在太吸睛了 甚至吸引了不少区内的住户留意 住户不难发现 我住在同一个单位 但明明这里好像有些主力场 这个位置不应有门 是否有一些非法的潜见 或是否会有非法的改动 而最后屋宇柱正式向屋主、设计师和承建商 发出6张的检控书 这个案件本身挺特别 因为过往有非法改动的案件 甚至屋内有非法潜见的案件 很多时候都会告业主 这次算是破天荒 告设计师和承建商 要记住 这些案件全是刑事案件 一经定罪 公司或个人都有机会 负上刑事责任和刑事记录 以前很多业主 为了想居住或用的单位 有更多的空间 很多时候都会作出一些改动 而亦有不少的改动 真的没有事先找职司 向屋宇柱提出申请 豁免许可 例如将一个骑楼押顶上去 加建变成一个室内的位置 例如将一些天台的位置 亦都加建一些有盖的建筑物 在屋里面开一条楼梯 直接由屋内开 走到天台那里 甚至乎将屋内的一些主力墙拆掉 这些都是一些未经批准的间隔的改动 而比较出名的新闻 还有上年打完那些10号风球之后 发现了洪山半岛那里 很多单位的潜建 潜建的范围多到屋内、屋外、地牢 多建一层出来各式其式都有 很多屋主一般都要认为 违法、违规的潜建 屋里处以前一般都会发出一些清策命令 这些清策命令发出之后 一般都会通知业主 你要去在指定的时间之内 拆它、还原 另一方面屋里处也有机会 将这些清策令 登记在填土厅上面的记录 很多业主就会觉得 那你就登记了 只要我这个单位不卖 那我们也不用拆 那你也奈我不何 但实际不是的 若果屋里处发现 发出清策令 而你们作为业主 都没有将物业还原 屋里处有机会再将行动升级 将案件带上刑事法院 对屋主作出刑事的检控 在我们以往经验里面 在我们以往经验里面 例如像今次日出康城的案件 为例 由有人投诉 发现、调查 至到立案、检控 短短都是一年之内发生的事 所以大家作为业主 如果收到清策令 不要再放在一边 如果收到法庭传票 更加要第一时间咨询法律意见 今天就和大家说到这里 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制作 记得订阅、赞好、留言 支持我们的制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